当你被蛋搭子,带进一个炫技的地图会发生什么,只见他拿起钩爪,一个电箱直接飞奔而去,我只能同样一个钩爪,稳稳接住箱子,结果直接撞上了销毁。 哎,这蛋与蛋之间的差距,难道就这么大吗?我就不信了,我竟然不行,不就是电箱子拿钩爪吗? 好吧,我是真的不行,就连队友送过来的传送球,我都没反应过来,人家炫技,我现头,人家巅峰,我没有,我只能跟着队友的存档点通关,不过这边的加速器,我还是,一样不行,就当我在怀疑我自己的时候,队友突然抱起了我,三下五除二就冲向了终点,这速度惊为天人,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夸他,没错, 他的身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,我,娘,娘,这回我直接学乖了,等他一点一点过关不就好了,毕竟,逞能的人和逞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,于是我一关一关的失败落场,一次又一次的被右上角优秀的队友,带到下一关,终于碰到一个我能走的关卡了,这不就是通过几个传送带,再用手里的箱子,便跳着通往前面的传送带, 送门吗,还是不行,谁能告诉我为什么,箱子会一边垫着,一边往下跑呢,难不成是我晚饭吃太多了,我不信命,这一次,我一鼓作气,最后箱子直接不要了,来个滚动,居然让我通关了,啊,好吧,最后靠的还是队友,我就想不通了,为什么蛋和蛋之间的差距,那么大呢,而且还是大人和小人, 哦,不对,他不是小人,是小孩,每每被传送一关,我都会发出这种,一脸猛逼的表情,请看我的表演,这下面的传送门是这样去的吗,同样是销毁,我就算是踩着队友放下的箱子,也过不去,不有厄压叼石头喝水,今有活影鸟般箱子过销毁,难啊难,可谁能想到, 最难的还不是这里,就当我以为垫箱子的难度会逐渐降低,变成这种,就算是我,也可以旋转跳过来的强,可这之后,我才真正体验了一把,什么叫人生的无望,别看我上一秒开心的手舞足蹈,下一秒我就直接绝望,本来箱子垫的好好的,一点一点往上垒,眼看着就要到达终点了,结果他奶奶的,全都要下去了,这下我才知道,什么叫做, 做真正的 最后,我倒在了这片箱子里,再也没有过去,真是,咱就是说,这么难的关卡,咱不玩也罢